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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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太好了 来来来 货号不对 不是我们店里出售的 很抱歉期 不能退货的 姐姐 那个你看看 这化妆品不都一样吗 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就过去了吗 爹爹 你有贵宾卡吗 没呀 咋的有贵宾卡呢 退货呀 不能 不能跟你问这没用的干嘛 如果你要是办了贵宾卡的话 每次到了新货都会提前通知你 还能享受八折约会 如果你要是交了新的女朋友的话 我们还会负责免费送货上门 并提供全套的化妆咨询服务 嗯 如果你要是办了钻石卡的话 我们还能提供二十四小时 特殊服务 啥特殊服务啊 下次把你女朋友带过来 使个眼色 所有贵的化妆品 我一概说没话 专挑便宜的介绍给她 考虑一下 钻石卡 你要干嘛呀 你给我亏特啊你啊 来 妈 憋死我了 啥事啊 哎呀 也没啥大事 那个前两天你师叔不是来了吗 我买了一堆化妆品 但我留着没啥用呢 给你 嗯 谢了啊 哎呀呀 不是白给 你刚才不是说给我吗 嗯 扒这个 一折 我刚买几天呢 七折 一折 另外再送你一包药 专制一穷二白 啊 甭废话 赶紧的 秦云罗 我就没见过比你还黑一带 我告诉你我已经可留着 自己用也不给你 哎哎哎 嘎 我那屋都是毒气 你进去想死的 那 那我那些东西咋办呢 哎 那我就只好辛苦一趟 帮你进去拿喽 你把脸的啊 等着啊 嗯 别动啊 哎呀 哎呀 啥大夫啊 还制毒 这么毒 哎呦 祝你早日见头帅哥 秦云姐 哎 忙着呢 我不买 我也不买 白给我也不要 啥意思 废话 离得那么近 你也有毛都聋了 八斗啊 化妆品呢 对女人来说是很重要的 要不就自己买 要不就是男朋友送的 你买的化妆品呢 我们的用呢 心里也不踏实 嗯 那我买都买了 这也不能砸手里吧 我有办法 那就在化妆品过期之前 找个女朋友吧 对对对对 哎哎 姐姐姐 我这种那个鼻子正 officials 姐姐姐姐 我叫谁姐是谁姐姐 不是 不是 姐姐过去我 卖胭脂啊 我这的新通 八折 十 但你这些太过包装了 我就 gano子 谁知道你用不用过呀 我没用过 我刚才闻一下还挺香的 五尺 从头还能赚三折 对吧 这个差价你给自己买点啥不好 对吧 妈 三折 不肯卖就拉倒 成就 我负负你用了吗 用啥用 卖了 你卖谁了 跟你啥关系啊 后悔了 问你话呢 卖谁了 不知道 在研究部门口卖的 咋了 把钱给你 不管用多少钱 赶紧给我买回来 你干啥玩呀 没时间跟你废话了 快去 把把菜研了 跑着去 我不管 反正你得负责任 这货不是我们的 而且我们店里 也没有您的交易记录啊 咋呢 小赖账啊 反正就是你们家货 不信你看包装啊 对不起亲 如果这批货是正规渠道售出的话 出了任何情况 本店都会负责到底的 反正我们家小姐 就是用了你们家的货 才会毁容的 毁容 是你 是你 不是我 是你 不是我 滚 滚 不是我 不是 不是 这这这这这 这事跟我没有关系 或是你卖给我的 我们家小姐才会毁容的 现在嫁不出去了 你得负责到底 不然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我们家 赏了 不许出去 我去打酱油 拿着 我先帮你保管 八德 我觉得这事 你也不用太难过 责任不完全在你 啥叫不完全呢 这是跟我就没半点关系 话不能这么说 那胭脂是不是你卖了人家的 是我卖的 都也是从店里买的 再说了 谁知道他怎么毁着容 没准他本身长得就丑了 没准他自己吃错药了呢 嘎啥肚 谁要推药 我好欺负咋本我 行 行 呃 有句话 我不是当说不当说 不当说 那我就说了 你那么穷 你那么爱钱 突然间有一个 那么有钱的老婆 哎呦 这就是天意喽 谁说他有钱呢 呃 人家家丫鬟都穿金带银的 更别说本人了 这回你小子算是捡着了 可是他本人已经毁容了 你不要以貌取人嘛 我的前女友当中 也又长得很难看的 哎 后来呢 这不废话吗 公叔的情史哪有后来啊 公叔 说前世 当年走标的时候 经过白家庄 在酒馆里面遇见一个绝色美女 温柔 善良 体贴 懂事 就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 那种温暖的感觉 让人就想哭 第二天早上醒来 看见卸妆以后的她 我真的就哭了 为什么哭了 吓得呗 你那个还只是丑 我这个是慧容 慧容啊 我这辈子就毁了 公爷 快出来呀 我们小姐来了 哪位是蔡八斗 我 我就是 我姓杨 民思维 对 杨小姐 在下陆三金 龙门标局的大当家 你和蔡八斗之间的故会 我的妈呀 这是夜差呀 八斗 我想问你一句话 只要你能老实回答我 我保证不会缠着你 你说吧 你肯不肯娶我 不肯 好 那就下辈子见板儿了 我求你 别别别 别承诺 你们放开我 我被他害得那么惨 还要受他这样的羞辱 让我死了算了 你别别 你给我 放开我 你不是 我 我 他 我 哎呀 我 造的啥你也有我呀 哎呀 什么喝的 该说的都说了 别什么都不要只要你 这事 你能从吗 没想到我菜八斗也成香薄薄的 老杰宜 我谢谢你 别喝了 我知道你现在很难受 你知道个溜 不打掌头那样你也看着了 他换你你乐意啊 走 走啊 来来来 我们给你这杯子盘着 拿着 一会儿你快去收拾行李 天一黑 赶快走 不是 我走哪儿去啊 你先出去躲躲 出了事我们替你扛着 对对对 大老爷们这辈子什么事都能讲究 这事千万不能讲究 你先走 有伙们 走走走走 当家的 我什么都没听见 走走走 你赶快去吧 韭菜给你打包路上吃啊 你去哪儿了 邱月姐 邱月啊 你 靠 八斗 八斗 男人大胜夫又有责任性 你把人家害得那么惨 说走走走 万一人家赏不开的 你会内疚一辈子的 我不管你娶不娶她 现在是她非常时期 你要好好地陪她 让她期许稳定呢 你再打算吧 把钱给我吧 那钱我们的 杨小姐 我可以娶你 但是咱俩得 约法三章 你说吧 第一 钱 必须分着花 为什么 因为 我知道你家有钱 但是 我的事业 我要靠我勤劳的双手 自己去挣 我不想靠任何人 好 第二呢 第二 我不道上门 你 和孩子 都得随我下 没问题 三 三 你还是把面纱摘了吧 我既然答应娶你 就得习惯你的样子 你总不能 一辈子都戴着面纱吧 掀起了你的 改头来 让我来看看你的 第一 小姐 小姐起床了 小姐 你那脸 怎么了 你的脸恢复了 不会吧 真的 老天开眼了呗 小姐你挡着 我把八斗姑爷给你叫来 先别去 干啥 这件事情先别告诉任何人 小姐 你不是要毁婚吧 不 我想给她一个惊喜 小姐 你真的决定娶她的 不娶大班呢 我都把她脸给毁成这样了 别娶她夫子了呀 你一辈子对这个丑女啊 你会功能有障碍的 我想想你下半辈子受的苦 我心里边是觉得肚子慌 你以为我不肚子慌慌 我一想到她的脸 我就难受 我还不得意叫把她踹死 昨天晚上 我聊给她黑纱的时候 我看着她的眼睛 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内疚 也不全是 但我看着她的时候 有那么一瞬间 我觉得她即使是被毁了容 还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美 真的假的 真的 我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 我现在就想 好好地去照顾她 心疼她 让她过好日子 你这是同情不是爱 不管是啥都好 反正我已经决定了 我要好好地跟她在一起 我要毁婚 小姐 这些事情传出去 会很难听的 放心 我不会主动毁婚的 但我要逼她 逼到她毁 就这些买单 一共是三两二千银子 贵 你买单吗 叫我干啊 对不起 我出来的太极 身上没带钱 你能借我点钱吗 我今儿身上也没带钱 要不下次吧 不行 这些都是限量的货 今天不买下次就没了 能赦账吗 对不起 亲 本店没有赦账的规矩 各位贵宾卡 按道理是可以赦账的 没卸货了 没卸货了 这不是货吗 预定了 对 已经被别人预定了 这让你都算完了 敢说没货 信不信我找你们掌柜的 投诉你啊 小姐 那个小子很穷的 你这么乱花钱 他很快就撑不住了 怕花钱就毁婚啊 这样以后闹起来 也只能怪他自己养不起 杨小姐 来 来了 进来吧 打扰了 这是今天的钱 你们赶紧拿去还了吧 到了明天就该有利息了 还挺有钱的呀 我预支了三年的薪水 三年 才这么点啊 人的生命有限 我最多能预支五十年的薪水 花完就真的完了 反正 日子等两个人过 以后你需要什么 你喜欢什么 我都会尽量满足你的 实在买不起的 就请多多体谅吧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你说我这样做 是不是太坏了 请先排阶 小姐 上哪儿去啊 这么晚了 还带一黑纱出去瞎溜达 不怕吓着小孩啊 我晚上睡不着觉 想找巴斗聊聊天 是想找他聊天呢 还是想找他要钱啊 巴斗是一穷小子 但他同时也是我哥们 这个世界上 除了我之外 没人可以坑他 骗他 欺负他 你这个女人 她都穷成这样 你还炸她钱 你太狠毒了吧 你这种人 根本配不上巴斗 你算什么东西 我们家的事要你滚 闪开 贴这么劲不热吗 怎么样 这两天照镜子 感觉好多了吧 你以为是谁给你毁了龙 你又以为是谁 帮你恢复他了 我告诉你 如果你再敢跟巴斗 耍心眼的话 我没有 你没有 你当初毁了龙 哭着喊着说要嫁给他 现在一旦恢复了 就耍心眼 要逼他毁魂 你当他白痴啊 我告诉你 如果你再敢缠着巴斗的话 我一定把你毁到 连你娘都不认识你 回去睡觉吧 走 小姐 对不起 我不能嫁给你了 为啥 婚姻的前提是爱 可是我不爱你 如果我嫁给你 我不会幸福的 可是 可是你已经毁容了 我不娶你 你也不会幸福的 这是我自己的事 就不劳烦您操心了 您好好保重 你 殷洛说得对 我不是好女人 我配不上你 所以我要远离你的生活 再见 幸好疼 我也是 我说这是八道 烤熟偏好 包在饼里的鸭子 都能眼睁睁地飞了 一个词 馋 也许有人会说他坏 但是长成这样 坏成这儿 我都能接受 这一次 是你接近幸福最近的一次 那么漂亮 有钱 事举非凡 就这么结束了 我也很心疼 邱雅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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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要吵是不是 老子情感丽丽邪 我是在帮你 那个女的性感很坏的 你是最坏的 你是最坏的 干嘛你 我就没教你 这么坏的女 你把头 邱雅露 你行不行啊 邱雅露你给我站住 邱雅露 恼雅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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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露 我们标语 标标匹马 吃点 吃点菜 行 午饭了 可以了 再吃撑死了 我就不松 把我打死啊 不松 有种你削死我 来 还说不听呢 别吃了 别吃了 不想再吃了 我别管他 让他吃 吃 怎么痛快怎么吃 来 用这个 如果你觉得这么舒服的话 你就使劲吃 凌鲁 待会儿给他开点消失的药 别吃了 别管他 别管他 ola pastry 如一柳 傻姐说人呢 谁说人呢 向对方的大脱 致以诚挚地问候 向对方的力带所忠 致以深切地 诚挚地问候 老婆 分个手而已 也不是要骂得这么难听了 那个死女人 还敲了八斗好多钱呢 对啊 她外来马医想手术品给她 预支了三年的工资 我妈妈妈妈妈 我妈妈妈 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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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看我了 你别看我了 这翻译出来也不让播 你算机这把人 全不是问题 关键是这事 你得要说法 要啥说法啊 明摆着骗婚吗 找到他家 把名一赌 必须还钱 不还钱 我赖着不走了我 我考华雷了 晚期 哪有那么容易啊 一个月以后 按九份利息 连本带利 他应该签我们 三千九百两银子 还不出钱 直接吵着 收房子 没房子 买了去青楼 看他的样子 应该可以卖到一个好价钱 好玩 我们是标局嘛 又不是黑社会 现在最重要的是 得找着人在哪儿 当家的说得对 八斗花了钱 用了琴 最起码先把女的钱找到 好歹让他们圆了房子以后 再分手都不吃 开玩笑 开玩笑 我们是标局 又不是青楼 对吧 当家的 叫我说啊 这种坏女人 根本用不着跟他多废话 找到他家 把迷魂箱一下 然后等他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发现已经毁容了 我没开玩笑啊 八斗是个白痴 就这样 那女的还落井下石 踹他一脚 骗他钱 这种女人 必须让他一言难尽 一言不了直 没错 你定计划 我配合今晚上这去 进行 别进行 走 你们知道他住哪儿吧 行了 那就分头打听吧 我记得他叫 我 呃 杨思薇 把他们家找着 然后约出来 我跟他谈谈 是战是和 看他怎么说 好 当家的 有八斗的一封信 要不要给他 谁记得 我不知道 就因为拉门林 我去的时候人已经走了 信在那儿了 上面也没署名 咱们 要不拆开看看 你别这样 人家八斗的信 我们怎么能拆啊 不是 一看这个字 就是女孩写的 我担心是那个女的 把八斗再刺激到 那就 那就完了 那就完了 来 你票 隔着岁月看到你 隔着星辰日月心与心 距离只有一毫米 你 根据我多年的经验知识 我前世表达了 想要再见面的愿望 那再见面算不留地址啊 我再反准分分手远 默默激激激激歪歪的 要么就别分 要么就彻底分干净了 老吊着人家 是什么人品人 那这封信要不要给八斗 信别给 你们要给的 走啊 思维给你的信 诶 诶 里头有五十两银票呢 诶 咱们早说呢 诶 诶 还好 还好 诶 诶 古老银票 没有信呢 啊 给他十两银 他还工五十两 咋的 那我都省省狗了 你有钱了不起是吧 不是 他这个五十两银票已经给你了 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 我不 我要把多出来这四十两 换成铜板 我我进了面 我砸他脸上 什么东西啊 我 来了 来了 来来来来 地址来了 通知八斗 让他去我屋里挑点体面的衣裳 我让他活活迷死对方 好好好 不是 万一是个拳套呢 敢 小悠一枪崩了他 大家一起去 看样子 这像是个大户人家 既然看给我们地址 就一定早有准备了 通知所有人 书装打扮 我们要在气势上 彻底压倒他们 好 马上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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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道 哒 好 道养家的 怎么会这样 上班怎么会这样 将军很可怕吗 老子连太后都不出 当家不愧是见过世面 为了八斗的幸福 贫了 呼呼 唱 你找我有事吗 给 没事 那你八斗叔叔 和我有话说吗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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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来干嘛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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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快点找人 把银罗请进来聊聊天 银罗 待会儿今天跟人客气点 千万别交败 我能教的 我这次要是住不来 赴年顾见你 一定要给我烧点纸 我要纸币 不要明币 我就要那种 细纸叠的硬通货 哎呀乌鸦嘴 快呸呸呸呸 我这辈子啥都不缺 就缺爱 你们一定要给我 直办一个死帅哥 给我办一场 红红烈烈的明魂 还有 以后你们千万别睡太死 我怕图梦 你们记不住 哎呀姐 你不会死的 再见了 再见了 亲人 再见了 姐妹 再见了 还欠我一个人 欣赏的老鸡贼 仰三楼 我 美梦似一楼墙 流泪风送 风伤我透明光 英诺姐 你来了 好久不见 气色不错 那得拓您的福 梅慧蓉 说起来 还真要感谢你 让我在这短短几天 经历了那么多 做自己人 甭客业啊 小意思 我求求你 千万不要杀我 我还没有去过京城 没吃过烤鸭 没过过婚姻生活呢 我 我不会杀你的 快起来 我不会杀你的 放心吧 英诺姐 我刚说的都是声话 经历了这几天的事 我突然发现 原来人生 对于很多人来说 都只是一座牢笼 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牢笼 我 我有严重的风湿病 我不能坐牢 坐牢我会死的 我求求你 别让我走牢 快起来 起来 起来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想说 虽然很多人活着 可是他的灵魂已经死了 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我当然明白 你不是 就想把我折磨的 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吗 老子你一定要豁出去了 你放马过来吧 没事没事 出来就安适了 我安逸了 可是爸走他 爸走他 你 Starting Müller 那个死女人 她要剪拔斗 这是好事啊 她说 她说她要 心脏脏脏一起算 放心 我已经想好了 见到面 我就把钱拽她脸上 然后扭头就走 人家好歹是女人 有点生日风度行不行啊 对对对 我 她能拿钱拽我脸上 我凭啥不能 拽她脸上 你你你别冲动 我觉得她 她还是挺喜欢你的 等着了吧 谁说她喜欢我呀 那她有喜欢我 她不来找我 非要我来找她呀 女人本来就是被动的 斗哥 女人是用来疼的 这哪祸说的这是啊 破折号 露齐 反正放心吧 我俩要鸡蛋磕马路牙头 睡出个花 小姐 你来了 你来了 我来了 怎么着 你瘦了 我瘦了 怎么着吧 对了 把音片还你 你大老远跑来 就为了跟我说这个 否则呢 我不在的时候你 我每顿吃五碗饭 海碗 杠劲一大 睡得也贼行 你有没有想过我 我每顿吃五碗饭 你走都走了 我瞧你干啥呀 小姐 嗯 你没事了吧 没事我先走了 你走吧 再见 再见 你这人总爱这么玩是吧 莫名其妙哭着喊着过来说要嫁 把人心里弄得火急火了的就撤 这游戏特好玩是吗 我告诉你 我猜八道这辈子唯一的愿望 带我走吧 这是老婆孩子的愿望 你说这 带我走吧 战嘎嘎嘎 天涯海角 你啥意思啊 四分 她让我先回去 晚上过来找我 不用谢 我俩已经商量好了 坐船一路向西 走哪儿算哪儿 反正现在也不用办签证 八斗 私奔是不合法的 会受到道德的谴责 对呀 你这个为了一个刚认识不久的女人 你知道冒这么大的风险吗 这话我不同意 感情的厚度跟时间没有别人联系 如果你们彼此相爱只需要一个眼神 就已经足够了 斗哥 我支持你 寻找你的血 为了他俩的事 连累我们大家 有点不大合适吧 诶 如果你私奔呢 我们也会支持你啊 八斗 出去闭一下 风头过了 再回来 放心 这种事呢 官府不关心的 官府不关心 是因为不是自己家的事 现在是人家亲闺女 舅妈 你们好烦啊 我们头不要吧 我同意私奔 我 我不要 好 回去收拾东西 大家一起走 啊 一起 娘 我好累 明天再失蹤吧 明天就太晚了 会被外人抓到的 关在大脑里 关一辈子的 还会被毒打 每天灌辣椒水 坐牢虎灯 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还会把你吊起来 派很多漂亮的女孩给你跳舞 只准看 不准碰 可是 你不能回头 男子汉大丈夫 答应女人的事 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做到 对对对 可是你们 如果你爱他就要不顾一切 千万别犹豫啊 斗哥 我觉得你还是要考虑清楚 我以前碰到这种事情 犹豫不解的时候 我就会闷心自问 我到底是不是真的 爱这个姑娘 那你的答案是 我 我的情况比较特殊 每次我还没有答案之前 我就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 八斗 不论你做出任何选择 我们都会支持你 因为在任何一个时代 爱都是最值得珍惜的 那是最美好的东西 我们为爱付出一切是应该的 但前提是你必须得想清楚 你是不是爱的 这不是爱 这是比爱还珍贵的情感 为了这份情感 我确定 我愿意付出我的一切 包括生命 八斗 一定要想清楚 嗯 我已经决定了 上路 走 还等什么呢 上路啊 土耳其 希腊 爱琴海 等我吧 我来了 走 大小姐 你知道私奔是啥意思吗 怎么啊 你后悔了是不是 四位 私奔 就意味着以后再也见不到爹娘 为什么 我爸妈很疼我的 我要是见不到他们俩的话 我会很不开心的 如果实在想见爹娘 也得等咱俩生米煮成熟饭 抱着孩子回来一起见 我才多大呀 你就要我生孩子了 你想得也太远了吧 来来来 醒醒别睡了啊 我一看 不是 四位 我最后再问你一个问题啊 过日子意味着啥 意味着 意味着 两个人永远在一起 那 你有没有想过 以后我们靠什么生活呢 这个问题是由你来考虑的好不好 两个人只要能彼此相爱 就算饿死 又能怎么样呢 我可以养活你 但是 你有想过今后我们住在哪里吗 一路走 一路看 到最美的风景停下来 盖房子 面朝大海 春的花开 等到住烦了 我们就再次启航 我们要去最远的地方 我们要看最美的夕阳 我们还要坐最大 最快的船 追赶海平线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到那时候 我应该会考虑生个孩子 好了 让我们为了我们的未来 向着明天 出发 看我 你这么冲造yl合品 思琳 对不起 我不能跟你走 为什么 因为 我会饿 好 大小姐 彩八斗 你不是答应过我的吗 你怎么能说话不上话呢 出来 你给我出来 大小姐 大小姐 为什么每次都这样 我到底做错什么了我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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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撑住了 诸位 不好意思啊 晚安 我明天再洗 晚安你就别管了 我来洗 谢谢 晚安 这事总算是过去了 咱 为了庆祝咱们节后余生 大家齐口哟一下 哟哟 对不对对不对 邱雪姐 你在思维那个年纪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 我在那个时候 当然是风风炼炼的 就追到海平线呢 也是这样的 当下了 李嘞 我呀 我是追赶真的海平线 那个时候 每天在船上摇摇晃晃 眼瞅着太阳 从一片汪洋大海中升起 把整个海洋染成了一片鲜红 那感觉美极了 但事后 就想找一片陆地 赤着脚踩在沙滩上 那个时候才明白 脚踏实地的感觉有多爽 又来啊 又来了 来 各位 对不起了 我们家小姐 给你们添麻烦 小小心翼 不成绩 这位兄弟 你是 什么意思 我希望你们能够保密 我不希望在任何公共场所 听到这件事情 老子 后果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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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 章家子 我有一件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您想先听哪一个 好消息 我把他们的事写成了书稿 卖给叔叔人搞成贼稿 那 那什么是坏消息 明天早上就要开始说第一场 而且那地方离咱这儿有三百里远 他还在弄去干嘛 赶紧备马 出发 别别别 备马 过去了 不是 章家子 你还弄去干什么 要是他们走了 真来不及了 快点 我真的好苦 好累 好崩溃 突出 灯火阑星 默契海为根 烈秋一针 把思念点燃 借你的金 不知何时换 欠你的金 不知该怎么换 这是我只要遥远 又会必让你为难 此时我独立无言 有恶空让我心碎 我嘴过青山外水 只剩在一起你 这次花开的世界 让我们江湖再见 随雪联听 小城铺散门 清风长尽 斩不断牵绊 借你的马 不知何时换 欠你的金 我永远不爱还 你 尘尘而成的优言 又何必让你为难 此时我注定无言 又何苦让我心碎 我嘴过青山外水 只想再见 明月 这次花开的世界 让我们江湖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